当地时间13号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理事会第170次会议开幕 根据议程 本次会议会期5天 俄乌冲突对全球粮食安全的影响是主要议题之一 当地时间12号 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伊维拉表示 世贸组织当前必须着手应对粮食危机 伊维拉说 多重因素导致近期全球食品价格上涨 俄乌冲突加剧了这种局势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数据 与去年5月相比 全球小麦价格上涨了56% 谷物的整体价格上涨了近30% 伊维拉强调 俄罗斯和乌克兰在关键食品的出口方面非常重要 如果不在国家和国际层面采取行动 低收入国家将面临灾难性的局面 俄罗斯和乌克兰均为农产品出口大国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数据 2016年至2021年间 两国大麦 小麦 玉米年平均产量 合计占全球总产量1%以上 两国也是油料作物的主产区 葵花子油出口量合计超过全球总量50% 市场人士预计 俄乌冲突可能导致乌克兰当季粮食减产超过50% 此外 俄罗斯是全球主要化肥生产国 俄化肥出口因美方制裁受限 导致全球化肥价格大涨 巴西等农业大国农户被迫减少化肥用量 可能影响未来收成 一些国际援助和慈善组织表示 受俄乌冲突 搬旱 洪水等因素影响 西肥地区正面临1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 目前有超过数千万人面临饥荒 世界粮食计划署也发出警告 2022年将是灾难性的饥饿之年 38个国家 约4400万人在饥荒边缘徘徊